大家好,歡迎來到這一節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剛剛在大巴台說了一些為什麼我們在青年軍買人這麼容易 我們都說過了,球員在U隊踢到差不多 直上一隊的機會相對來說少 大部分球員都經過外借這個階段 我們這幾年外借都做得一般 今年是幾個重點我們要改善的地方 所以不少球員借出了一些很好的球隊外借 這次會和大家看看究竟外借出了之後 第一個就是阿忠仔 這位荷蘭的易峰球員借出了雲底巴內梅 我們之前也曾經說過,他真的不錯 有波入等等 所以他只要繼續努力爭取到正選位置 其實真的有機會學成歸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德甲給了很多機會 一些年輕球員 能不能夠繼續進步 回到賣聯幫手也好 或者去另外一些球隊 或者在德甲下班也好 儘管看看阿忠仔的做法 另外一位就是Elu Chiore 一個青年軍的中堅球員 他選擇了發越的一隊 這隊叫Kane 其實他已經做了地標戰 對著Claire Mon 這隊球隊 Kane在發越也不錯 六場球排第四 原來現在發現 其實阿忠仔有機會去到馬賽 比較好的球隊 但他選擇去Kane 因為他很希望有些一隊的上陣機會 而不是只坐在馬賽上 甚至乎在馬賽上都是踢U隊 雖然是這樣 但去到Kane這隊球隊 其實他也是在A隊和B隊 都很賠賠 在兩隊他都有踢過 總共踢了140分鐘 所以說真的 有時候球員真的要幫他一起選擇 因為外借出去 都不是想坐板 都是想多些正選的機會 所以 柴浩爾看來就選對了球隊 接著這位就是門將 Takeover 他就是2018年才加盟萬聯 兩年踢了U隊之後 現在就去了史雲頓城 Swindon Town外借 已經上陣了六場 但很可惜他是守門員 失了14球 但Swindon Town的領隊 Valance 仍然對他很有信心 仍然繼續讓他正選上陣 因為他就這樣說 這個領隊就說 當你踢U23的時候 環境每個星期都很容易 變了壓力很大 但當你在一隊踢的時候 你可能有些情況 例如 當你贏4比2的時候 還有5分鐘完場 你就希望 球隊遠離你自己 越遠越好 這類型的即場比賽經驗 以及 遊戲管理 就是他很想 Kova學到的一件事 因為 第一隊跟 魚隊的很大分別 就是每一場球 每個星期 你都為了三分 而那三分 是非常重要的三分 因為 是視乎球隊的 升班降班 這就是 你魚隊永遠感受不到的事情 所以 他覺得 Kova是下一步 來的 如果他學到的話 他絕對有一個條件 成為一位頂級的門將 好 接著就是Dylan Levit 這位球員 我想我們都跟朋友 比較上熟識 Levit 借了去 英甲 Lead One的球隊 查爾敦 已經上陣了251分鐘 在中場中 代表他們上陣 很可惜 暫時都沒有帶領過 查爾敦去贏球 但就慢慢進步 有一位 跟查爾敦的記者 叫Nuric 他就說 他的傳送範圍 真的很廣泛 但是 現在他就發覺 他實在需要太多時間 去做到一些好的傳送 即是 他可能從全球 和傳送 那個時間實在太久 在英甲 即是Lead One 這麼體能的球賽中 很多體能化的中場 令到他比較上吃虧 這個真的是 Levit 需要進步的地方 但是 這位記者也說 我很喜歡 Levit 這件事 就是他很敢 去拿球 和不怕 因為很多時候 中堅拿著球 他就主動 退後幫手 拿球 和做球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一個很好的 看到的東西 希望 他可以改善到 他那個 不在HOLD 很久的話 就應該 在查爾敦 學有所成 希望 下一位 James Gardner 這位 我們說得最多的 一位球員 他終於外借出去 因為大家都很想 他拿多些經驗 可以真的 遲些回到萬聯幫手 結果 他現在外借了 去Wood福特 說真的 那時候也有幾間球會 想要他 記不記得嗎 Wood福特的領隊 Ivick 就這樣說 他就說 一點都不會 即是馬上會用 現在已經上陣了 288分鐘 也在質素方面 踢得不錯 這對於 Gardner來說 是一個肯定 而且 他現在要改善的地方 就是希望 他可以表現 很穩定 因為 始終 第一次 每個星期都踢一隊 可能 令到他有時 都未必表現得那麼穩定 但 其實 Wood福特 都相當信任 因為 連很多死球的機會 都是被 James Gardner 去做的 從我想而知 James Gardner 在他們的 心目中 的確是不錯的 另外 還有四位 外借了出去的球員 包括 Andris Piera 他外借了 去Lessio 看看有沒有機會得到一張張藥 因為Lessio 是有個選項 另外 Darlow 去到AC米蘭 暫時都未有機會上陣 看看他可不可以找到一些上陣的機會 然後 還有 Joe Piera 即是那位 那位 門將 那位年輕的第三門將 現在都是外借了 去赫德斯菲 但暫時都是 做著阿爾 另外還有一位 中堅 Max Taylor 他去了Conference North 球隊 就是這樣 愛借球員 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